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哥叫刘仁钢 我堂哥叫刘仁铁 大家能发现齐名规律了 非常传统的家庭 家谱是元素周期表 让慈王来了 直接灭门 我这辈啊 我有七八个哥哥 轮到我的时候 表上的字已经不多了 不叫刘仁钢 就得有放射性了 那我也是早出生一百年 我妈刘夫人 可能比俱律夫人更早发现雷元素 我上轮节目表现非常好 同场演员给了我高度评价 说看我演出 有种看国外顶级弹口演员的感觉了 没有字幕根本听不懂 长得不是很好 一直在吃字 吃螺丝什么的 说实话整个人很沮丧 我觉得我说话不清楚 可能跟方言有关 我们江西话真的很难听懂 比如我现在说一句 大家可以听一下 尝试理解一下 好 没有人理解 翻译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 你们要是听不懂 可以给我鼓下掌 这就是上海 讲苏北话 你们哄堂大笑 讲英语 你们疯狂鼓掌 我讲我安一线方言 你们 也可以理解 毕竟比起安一线 旧金山离上海更近一点 而且你们听我们 这个方言员的特点 这个语流 这种感觉 小时候 每次跟小朋友 角色扮演亮剑的时候 我不是姓山本 就是姓龟田 我就很羡慕你们 困一很有特点的人 什么北京人 东北人 你们在外面 很容易听出来 谁是老乡 我就不行 我也听不懂 我们的方言线跟线之间 就无法沟通了 我想确认别人说老乡 我得听很久 有一次吃饭 我认真听了两个小时 才勉强确认 是一桌日本人 我现在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节目组上轮结束之后 命令我找一个普通话老师 一共就二十多天 一边写稿 一边还要练习普通话 整个人有点崩溃了 经常写着写着 自言自语 得人称 你是不是姜郎才进了 不可能 我不是姜郎 我是流郎 流郎年年练流娘 还买了66栋楼 买了66楼油 最后找牛奶奶 买了榴莲牛奶 流郎没有才进 流郎在练绕口令 老师还让我去看那个电影 叫《国王的演讲》 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吗 看过 讲的是一个国王 通过不断的努力 克服自己口吃的故事 我越看越生气 这个国王也太窝囊了 你都是国王了 你怎么还要努力呢 你用你手里的权力呀 你制定规则呀 我要是能当国王 我第一步 我就取消前后鼻音 我根本分不清 以后这个国家 就不允许说话太清楚了 对国王Mary Spence 德云社老师对不起了 你们说话太清楚了 以后再发现 你们被灌口 就得惩罚你们了 也不摘字了 把你们后鼻音都给摘了 鼻音盆 颜河弦 过得干 很难有比这个更好笑的段子了 郭老师听了听完不要生气啊 你回去帮我跟郭老师解释一下 我相信他一定会原谅我的 因为他善 善解仁义 这个段子杨丽跟我说能讲 这还可以叹翻 能讲 能讲 我最后再说一句啊 下车再说一句 拜拜 可能很奇怪是吧 因为这句话就我上一轮真实的表现 我上一轮演出太糟糕了 最后一句话就这么说的 所以我等了24天 就是想等一个机会 我要争一口气 我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 而是要证明我失去的东西 我一定要夺回来 我吃掉的字 我要一个一个吐出来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我是刘洋诚 再见拜拜 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刘洋 这个我最近还有一个节目也在播啊 然后在另一个喜剧监狱里面浮行 然后我那个节目播的时候 有人知道我参加这个节目来问我 他说你同时录两个综艺 然后还在写书 然后还在录自己的播客 还在做自己专场的巡演 你这么卷到底是因为热爱 还是因为欠了裸袋 我其实只是因为喜欢卷 主要是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卷不过别人 我给憋坏了 各位我以前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东方 你也知道我们那边有多卷 可以说是东方真卷 我们之前有一个课 这课叫试听课 这试听课呢 就是吸引学生先来听 听完了之后再买后边的课就行 就这个课我们从标题就开始卷 我为了卖课各位我已经豁出去了 我的标题叫 英语阅读理解的五个秘密 其实阅读理解只有两个秘密 认真阅读仔细理解 我硬凑五个 然后我的课没人买 我说那看看销售冠军的课 一看标题我就服了 他的标题原文啊 阅读理解 再也不用阅读 我是大哥 真感觉 完全不用阅读 纯靠自己理解 怎么是朱丹老师也上过这个课吗 然后 一会给您下跪 然后 这老师还有一门课最厉害 这门课叫做 一个小时搞定英语的奥秘 这门课六个小时 我说那剩下五个小时干啥呢 研究英语阅读理解的五个秘密吗 最狠的是这个老师还来卷我 我有一次惊讶的知道 这个老师 跑到十个销售组长那边 人手送了一台最新的手机 求他们不要卖我的课 我天啊各位 我当时都惊了 销售组长也惊了 销售组长拿着手机 问心有愧 本来也没人买他的课 何苦破费呢 交给时间不好吗 我也很惊 就为了不卖我的课 各位 你只需要给我六台 我就可以不卖我的课 你给我八台 我可以主动卖你的课 你给我十台 我参加喜剧之王 我都卖你的课 我后来一直在想 我说这样的课 到底什么样的学生会喜欢 答案是所有学生 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就希望 用最小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收获 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有一个学生 高考前一天 跑到北京雍和宫 站在一个许愿池前 想用他小小的付出 获得大大的收获 他掏出一个一块钱的硬币 扔进池子里说 希望神仙可以保佑我考上清华 哎 真敢许啊 我要神仙我一把把硬币抓住 我说大哥真的吗 一块钱 上清华 一块钱 从这儿到清华 坐地铁四块钱 你带我这儿洗钱来了 要命 我后来来到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更卷 但是单口喜剧行业的卷 比较客气 我们有一种默契 就是如果大家经历了同一个素材 谁先把这个素材写成段子 那这个段子就归谁 所以我们发展到现在 我们已经不光是抢素材 我们还抢去开放卖的共享单车 只要能抢到别人就抢不了 好 我们抢到什么地步 各位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真的 我有一次亲眼看到 黑灯 为了敢开放卖 骑上了一辆共享单车 我们当场所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除了黑灯 开灯 我给他开灯 开灯 但关键是在这个行业 我如鱼得水 各位因为我骑冠单车骑得快 也有别人骑得快 到我锁车锁得快 也有人锁车快 到我敢不锁车 我就是这么卷 我为了抢段子 我被车撞了都没关系 我骑着单车去开放卖 然后路上一辆卡车 就砰把我撞了 护士把我的残骸捡到救护车上 捡的时候也不会耽误我抢段子 我会掏出我的段子本给护士说 别管我 拿着这个 去开放卖 上台念出来 我说是刘洋先讲的 段子北定中原日 夹起无望高晓柳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单口喜剧员很少团建 因为我们去团建 大家都不玩 都是彼此提防 谁也不要抢素材 你想想如果我们玩着玩着 老板突然掉到水里 没有人会去救他 所有人第一反应是看彼此 谁也不要掏笔记本出来记 只要有一个人掏出笔记本 所有人都掏出来 你干嘛 你干嘛 别逼我啊 别逼我啊 不要嫌疑欺欺欺啊 这个时候我还得再从中调解 我说大家别抢啦 一会老板完了 看似我在调解 实际上我在向远处的助手 发送莫斯电马 记下这个字牌 我就是这么卷 可能最后僵持完了之后 然后一看水面 老板已经没影了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救他 我们只会掏出一块钱的硬币 扔进水里 希望神仙保佑我抢了这个钻子 当然这个 这个多少有点夸张 因为这个时代 谁还会被这种情况 随身带着一块钱硬币 我 就这么卷 而且我不光许愿抢到钻子 我还许愿抢到一瓶 统一春服绿茶 因为他创新使用了微发酵工艺 温润茶香 如春风浮灭 直接就卷到了无堂界 商务端子我都先写了 我就是这么卷 当然 我之所以这么卷 也是因为我坚信 作为一个创作者 持续创作就是他留在场上的唯一方式 所以我希望我即使到一百岁的时候 也在跟这帮演员朋友们 比着赛着写段子 我希望到时候我真正能做到 垂死病中惊作起 笑问 这段子我能写不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史燕 参加这个节目 挺开心 真人秀导演跟我说 那要我给他拍点生活舞蹈 他要剪片子里头 我说这个生活舞蹈 最近可能是拍不了 我们家最近冷战的 没人给我拍 他可高兴了 他说太好了 你像你老公给咱拍点冷战的舞蹈 冷战的舞蹈 知道啥叫冷战吗 谁先说话谁就输了 我这把节目输了 我也不能输给他 这个是冷战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更吓人 我们现在说一次话 我感觉我就少点啥 少个器官有的时候就说 我有的时候跟他说 我说帮我找一下眼镜 他说你没长眼睛吗 我说老公帮我给手机充一下电呗 他说你是不是没有手 哎 多爷们 我喜欢这种 然后有的时候在单位 被领导批评了 我就回家跟他诉诉苦 他说你没长脑袋呀 所以他就这么说我就不爱听 我说没长脑袋的话 我眼镜往哪挂呀 我回手我就给他了一个嘴巴子 他说你打我干啥 我说你脸上有个蚊子 他说有蚊子你就给他轰轴呗 我说主要也不是想轰蚊子 我说主要也不是想轰蚊子 主要是想告诉你我有手 他说那你还挺有脑子呢 是 我第二天 我就给我们家蚊子都给撒一遍 我怕蚊子落我脸上 我说真有脑子 但是有脑子也整不明白孩子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小孩 今年十岁了 就是跟你们说 个外头我都高人家八岁 我特别害怕 就是别人通过我儿子的年龄 反过来推算我的年龄 我怎么回事 我就突然感觉自己 我说我们家孩子突然之间这么大了呢 自己都有点接受不了 其实刚才跟你们也没说实话 其实十二了 长这么大了呢 这么大个孩子 真的当家长这些年 净上当了 前一阵有一个兴趣班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们最近新招了一个老师 三十多年教练 让我去试听 我去听了一下 我说你这个不止三十年吧 你这个最起码得有八十年教练 比我说话还慢 我说你说话这么慢 一堂课能讲几个知识点呢 我这两年假骗钱那我不到啊 孩子还是应该少上点兴趣班 多看点书 我就给他买了几本作文书 这作文书前面讲得可好了 翻开作业给我吓一跳 他说请你和墨眼比一比 看看谁的描写更生动吧 我儿子还能跟墨眼比 咋的我儿子是余华呀 余华也不能同意呀 再说了我也不能同意 余华都六十多了 我这个我十二我都嫌大 而且你跟现在的小孩沟通 也很费劲 现在的小孩满脑子都是互联网思维 前两天我儿子跟我说 他说妈妈 能不能上咸鱼上 给我收一本写吧 你得暑假作业去 我说孩子咸鱼上都是妹写的 他说那正好把我这挂上 我这妹写 然后有的时候也挺担心 他早恋的问题嘛 我就侧面里问一问 我说孩子你们班有没有那种小孩 有男朋友或者是有女朋友的 他说妈妈基本上都有了 我就特别紧张 我说爷爷 我说孩子那你有吗 他说我没有 我是一个孤儿 我都不知道他是明白还是不明白 而且你培养小男孩是吧 你还得给他听点英雄的故事 培养培养他这个男子汉的气概 所以我之前就给他听点 那个善田坊的白梅大侠 善田坊你们知道吗 讲评书的一个评书大师 要不知道的话更好 就千万别让孩子听了 我现在都不太敢回家了 我一推开门 我说孩子 妈妈回来了 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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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来的好 我说孩子你那个桌业写完呗 妈妈给检查检查 妈妈拿命来 我说我咋睡不着觉呢 总想要我的命 我现在天天晚上感觉有人要害我 总想要我的命 我看他是真想当孤儿 但是想当孤儿也挺好 最起码这个事我老公可以参与一下的 我有的时候就特别不平衡 我说为啥带孩子这些事 都是我自己的事呢 我就问我老公 我说为啥就耍我自己 他说因为你是他妈呀 为母哲纲 我说那你呢 我为父不仁 真的 我有的时候就在想 我说真人秀什么时候能介入一下我的婚姻呢 就邀请这些摄像的大哥 去我们家也去架几个摄像机去 那样的话 我老公在镜头前边 多少能呈现一些他的优点 完了万一哪天他要是表现不好 我就给他淘汰 我换一个男嘉宾 加到这儿吧 谢谢他 大家好 我是周祁默 感谢大家 上来给后面的演员开个场 我要不开场我都不玩这个 谁要玩这个 但是开场很难 所以我今天就尽力吧 开好了对于后面的演员是个帮助 开得不好呢 就当对他们的一个历练吧 如果没开好 各位就接着帮我鼓励鼓励他们 好不好 好 开场还是得聊一点有共鸣的话题 想必各位都有父亲 我就知道这个可以 瞧不瞧我也有一个 为啥聊这个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 不上班你养我呀 这就是我爸现在对我的期待 因为他现在退休了 他有退休金 但是他炒股 所以约等于没有退休金 我爸按照自己的经验就觉得 人到老年还得靠子女 所以他现在就劝我 要孩子特别急 动不动就跟我说 说你咋还不要个孩子 都快四十了还不要孩子 有关键是 我都没结婚呢 他不在乎 他现在比我前卫多了 然后还有一次 微信里给我转一个网上的短视频 大意就是说 人不要孩子到老了会孤独 我没有回他 我想让他知道 人有了孩子 你得看是什么孩子 对吧 但我现在就知道 这孩子指望不上 我还是得靠自己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 为自己以后的退休生活做打算 前两年我就开始买基金 越跌越买 越买越跌 买到重仓 我为啥这样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巴菲特说过一句话 说你要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我就贪婪 但我感觉我有点太贪婪了 就巴菲特看见我的贪婪 他都恐惧 他说哥们 你还是要个孩子吧 说实话 如果巴菲特对我说这句话 我不反感 只要他愿意当孩子的爷爷 我可以接受 立刻给他要一个 我还有拍灯的 好了 连孩子妈妈都有了 孩子的干爹也有了 不能再拍了 我怕关起有点负 一家人 不能再拍了 不能再拍了 再拍我也赡养不过来了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讲嘛 这个炒股赔钱的段 但我今天不讲那些啊 我今天就是来分析一下 就为什么股市这么难赚钱 但是这么多年 还是有这么多人 前夫后继的杀进去 包括我爸 包括我 是因为这些人蠢吗 我觉得只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很多上市公司 特别擅长炒概念讲故事 比如之前元宇宙特别火的时候 很多公司连个产品都没有 只是沾上一点概念 股价层层就上去了 有句话叫 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 现在是 风还没有来 但猪都已经站好了 就一排排在这站 还彼此鼓励呢 你信我的 肯定有风 你就在这站着吧 肯定有风 你你你感受 闭上眼睛 仔细感受 屁股后面 是不是有个小发 然后一回头 发现后面这猪在那 后面那猪还在这说呢 你们远远之后不起飞 赶紧起开啊 挡着我了 你谁 我谁 我人工智能啊 我得赶紧飞了 我后面还有无人驾驶呢 真的很难赚钱 股市难赚钱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机构 向你推销产品的时候 它总要带一句免责声明 比如刚跟你说完 说这支基金收益很好 但马上补一句 但历史业绩 不代表未来收益 现在是个很好的买入点 但不构成投资建议 总体来说 股市的长期收益 好过银行理财 但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哎呀我听完以后就想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啊 而且你这话明显就是 理性中带着一些蛊惑呀 让人很容易听完以后 就恐惧中带着一些贪婪 所以我觉得这招 父母应该学一下 催孩子相亲用 肯定比之前惯用 你想一下 如果你过年回家 你妈这么催你 说孩子呀 给你找了一个相亲对象 长得可帅 但历史面貌不代表未来长相 以后长成什么样 妈可说不准 但去见见呗 没啥事 人年薪也高 但这个也不够成选择建议 总体来说吧 两个人过日子 肯定比一个人要轻松一些 但婚姻有风险 相亲需谨慎 你听完以后什么感受 你听完以后肯定会想 什么风险 谨什么慎 别人在相亲世上 被不幸福的婚姻套牢 是他水瓶不行 妈你放我进去 你看我给你杀一个七进七处 你就等着看绿不绿就完了 我还看过一组国内的统计数据 就男的买基金真的更容易赔钱 为啥 因为一般而言 女生买基金 她持有的数量少 但是持有的时间长 而男的买基金呢 一般她持有的数量多 但是持有的时间短 就女生买基金一般是这种感觉 我的小宝贝 我知道你现在啥也不是 还有点爹 但我会一直陪着你 你是一个潜力股 而男的买基金呢 一般是这种感觉 我的小宝贝 跟着哥 以后按月给你打钱 呦 这只基金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 女生可以多买一点基金 但这个不够成投资建议 要说有啥建议 就是投资真的没有那么靠谱 还是得找个班上 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最重要 你看我现在为啥又来上节目 还要给人开唱 一方面是出于对脱口秀的热爱 但不多 更重要的方面就是 我得补仓了 因为我最近又看上一只基金 这小提琴还站得挺不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